诗篇第23篇第一节 《要或是我的目者,我必不自缺乏》 今天我们会尝试用这一节经文 亦可以说是这一章的诗篇 去开始跟大家分享大卫生平的另一个阶段 因为这篇诗篇可以说是总结大卫生平的一个阶段 亦可以说开始大卫生平的另一个阶段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按着诗篇23篇 很明显是大卫写的 但是诗篇23篇可以说总结了我们之前 跟大家去分享神对大卫的带领 因为你会看到从第一节开始 神成为大卫的目者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真人真事的事实 帝兄姐妹我相信你知道 神创造人之后 人因为犯罪人在这个地上好像一只蚂蚁一样 那么不值钱,那么微小 在宇宙当中地球只有一粒微尘 但是地球上面人 又可以说是微尘当中的微尘 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了神可以说我们是一文不值的 但是这个是人类的荣幸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有机会让我们去认识神 让我们有机会去让神成为我们的目者 可惜的是有很多人在人生当中是完全不珍惜这一点的 就是在他的眼中以他的主观镜 近处的东西就最重要了 谁为止近处的东西 他的利益,他的生活起居,他自己的物质上需要 他自己人生的前途 你会看到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观镜 永远我们看近的东西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懂得去宏观看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懂得宏观看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神是比万物里面所有东西更加伟大 还有更加宝贵 而大卫在这里就说出他人生当中 他能够有这个宏观 虽然他只不过是以色列当中一个山地里面的 一个牧羊的小孩子 但是他理解了神那个伟大 神在他人生当中的重要性 而事实上你会看到 在诗篇第23篇 他就说出神给他的带领 但是他可以说是受得起 为什么会说受得起呢 因为第二节他说 他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洁的水边 在这里你会看到 我们会有一个误解 我们纯純以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给我们安舒就足够了 但是这里他很清楚说到 如果他是一只羊的话 事实上你会看到大卫真的可以说 是绝对有资格做这件事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牧羊人 他知道羊一定要清水 羊一定要清草 但问题就是这个对比于我们在人生当中 认识神能够长大的时候 所需要神的话和神的圣灵 而接着第三节就是他经历 关于神带领的步骤 而是我们过去几个星期当中 一步一步所见神对于他的羊的带领 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承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二路 而这个二路在第四节就说了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幽局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像 你的光都安慰我 我们看到神挪开大卫人生当中 可以倚靠成为像的人际关系 权柄 甚至他的上司挪挪 一个一个神挪开了 甚至连他的属灵长者 唯一一个有资格成为 属灵长者的杀某尔都离世 你会看到在人生当中 真的行过这个死任的幽局 但是这个岂不是就是 我们的牧者去带领我们 为了我们属灵 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成长 为了我们在这个微层一样的地球上 我们成长一个伟大的性格 而在这个这么卑微的光景 这么卑微的世界当中 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个 这么微层一样的地球 去培养伟大 就是在这个微层当中的世界 我们要面对撒旦的各样挑战 我们依靠神给我们的带领 让神带领我们去 在每一个时代当中 挑战撒旦 每一个时代的攻击 而大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说由一个普通的牧羊人 变成一个偉大的王者 这个岂不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神鸿仰要我们在永恒里面 成为一个王者 那怎么可能我们有生之年 出生就像一个宝宝一样吃奶吃到离世 我们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长大 好似把白纸出生 也好似把白纸离世 很明显生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生命为了我们在自由选择下的成长 而事实上 第四节就可以总结我们之前几个礼拜所讲的 所有这些概念 就是神用他的仗去代替了大卫人生当中自己所选择的仗 而我们看见保罗 我们看见历史上面一个有一个的人物 神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做这一样东西 摩世所倚靠的仗变成神的仗 他才去埃及行这些十灾 你会看到保罗他将他自己所倚赖的这些高然大志 他们在法利赛人学校毕业所学的所有知识 就是他放在一边 他重新去《效法圣经》所讲的教导 而反过来 你会看到在主耶稣升天之后 比特是一个无学小民的愚夫 竟然在耶路撒冷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传福音 但是保罗竟然是文士法利赛人当中的精英中的精英 在加玛列的门下 但是神却夫就会和外邦人传福音 你会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不是为了达到目的 就不择手段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就算要达到目的的过程当中 都要我们成长 因为原因我们的出生只是一粒微塵 而神是要让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个的剧情 就好像大卫所讲 死阮休谷去培养我们每一个人 都好像大卫一样 在永恒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王者 诗篇第23篇第一节 也说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也说是我的神 永恒在我的目者 永恒在身边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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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妙的爱着我 天吻不爱动摇 神奇妙的爱着我 恩爱情缘 我的腹背变得恩爱满人 我说他永爱着我